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个录音中,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往内还是往外 那么在上一个录音里面 我们分享了小我,他是怎么狗急跳墙的 那么记得在几年前 我自己在杰德·麦格纳的书里面 有看到一个很好的判准 就是判断的标准 也就是说你要去判断一个老师或者一个法门 他讲的东西是否究竟 这当然很重要 因为不究竟的法门 你学再久,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就是了 那么你要判断说他教的东西是否究竟 或者是可能渗透了一些小我的东西 那么有一个很好,很简单的一个判准 就是他教的东西是否百分之百 都是让你往内 而不是参有一些往外的元素 那所谓的往内呢 可以分成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 就是往内受回投射 也就是说遇到任何让你不平安的人事物 那你都能够往内去看到 是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 也就是选择了小我的眼光 所以才让你感觉到不平安 任何的不平安 都是因为你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 而不是外面的人事物真的有什么问题 这个叫做往内受回投射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往内寻求圆满 就是彻底去认出圆满不是在外面 在外面不管你得到的什么 得到的再多 这些都永远不可能真的带给你圆满 那我们讲到说这个往内有分两部分 一个往内受回投射 一个往内寻求圆满 那注意这个都要百分之百 都要彻底来 那这样的话 这个法门 这个老师讲的东西才真是究竟的 不过老实说 在当今的这个灵性圈 还有宗教圈里面 能够真的通过这一个判准的 可说是凤毛麟角 那么你会发现跟小我妥协 其实蛮容易的 因为小我他还是有一个惯性在 即使说这列火车已经熄火了 不过他还有一个惯性 所以你因为学奇迹课程 或许你已经减少 甚至不再往小我里面去添加柴火了 这个火可能已经熄了 可是这个惯性呢 还会维持一阵子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特别困难 因为这个是彻底违反小我的那个惯性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既有这个小我的惯性 那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一个往外的冲动 那个第一念起来的时候 还是会想要归罪于别人 特别是让你觉得难受的那些人事物 那么还是会想要往外的去抓取这个 抓取那个 然后以为圆满在外面 不过这是惯性嘛 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无可厚非啦 可能一段时间之内 你也没有办法彻底改变 但是只要怎么样 就是你有觉察到这一关心 然后适时的把自己拉回来 回到往内的这条路上去 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随着你的操练 这个拉回来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那么据察到自己想要往外跑的这个速度 也越来越快 那如果这个速度呢 长此以往有在加快的话 那就表示你有走对的路 那就不用太担心 好 所以我们强调到的 这个不被小我拐走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百分之百往内 而不是说一方面往内的 但是偷偷的又在往外 好 那一样的你要去判断 这个法门是否究竟 也是同样的一个判准 不是说表面上是叫你往内的 但是讲来讲去到最后发现 怎么还要在外面的去做一堆事情 才能够真的得到救赎或者得到圆满 比如说在现存的各大宗教里面吧 那比如说佛家呢 也是强调这个开悟呢 其实完全就是内在的一个功夫嘛 内在的修炼嘛 甚至这个开悟就在一念之间嘛 因为这个烦恼啊 就是因为你想错了嘛 这个是属于心灵的 而不是真的属于身体的嘛 但是你看在佛教里面 一般来说 你还是要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不管是法会啊 功德啊 还是吃在念佛啊 等等吧 就一堆的事情要做 劳劳很重 那么基督教这边呢 那在圣经啊 或者基督教神学里面 也不乏有这个 上帝就在你的心里 上帝就在你里面的这个说法嘛 神学里面也有 但是基督教呢 在基督徒在外面 努力做一堆事 这个是绝对不亚于佛教徒 那举一个我们这个 身心灵圈的例子 比如说之前有一本蛮妥的书啦 叫灵极限 这本书现在也很多人在看 那它最著名的就是那四句话 那这四句话呢 姑且不论它到底是 是不是彻底往内 其实它恐怕不是 那但是 不管怎么样 它这四句话的一个由来 它也是说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我们的里面嘛 甚至是出在前一世里面嘛 这个看起来好像跟奇迹克人讲的方向 就挺像的 那可是呢 在这基础之上呢 理论上你应该是只要内求就可以啦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不过它还是四处去兜售这个 晒过太阳的水啊 然后各种贴纸啊 等等吧 那对比一下奇迹克人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吧 因为在奇迹克人里面 它没有任何 几乎没有任何给你往外的建议 即使是偶尔有一点点外在的建议 它也不会把它讲得很绝对 它就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它不会说你一定要这么这么做 那么那么做 那这样的话才OK 它并没有这么说 那你会发现说 首先外在的一切其实都是次要的 或者说都是幻想 那你在外面要不要做某些事情呢 其实跟你能不能得到救赎 或者跟你能不能找到圆满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是 只要你比较仔细的去观察这个世界 你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任何一条外在的建议啊 是可以适合所有人的 小我世界呢 其实就是充满着例外 还有充满着不确定性 这就是小我世界的本质啊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其实并不是说 你不能在外面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毕竟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嘛 所以你多多少少会在外面做一些事情 你也会想要在外面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都没有什么不对 也没有什么不好 那问题是出在呢 你认为你必须 或者你应该要在外面做些什么事情 那你才会变得更有灵性 或者更圆满 或者才能解脱 才能得到救赎 这本身是一个小我的妄念 OK 所以我们要彻底明白的是 那外球绝对不是什么修行 真正的修行一定是百分之百内求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录音分享 那希望对你的学习会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 那也欢迎你把我们的录音分享给 有需要的朋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